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有一个东西是全民的 只有一个东西是每一个人都参与的 就是在这个计划之下 每一个人民都必须要给钱 这个就是一个马来西亚 在这个一个马来西亚里面 每一个人民都需要给钱 廖宗来卫生部长 他在国会说 我们并没有这个蓝本 不过在2009年的时候 他已经呈上这个概念书 2009年 呈上而在内科里面 在经济理事会里面 批准过这个概念书 在这个概念书里面 他讲些什么 他讲在这个概念书里面 我们平均我们计算 在这个医药医疗的开销 每一个家庭 平均每一年 必须要承担 4000多块铃鸡左右的开销 这个4000多块铃鸡的 左右的开销 就等于9.5% 每一个人的平均收入 9.5% 这个9.5%里面 必须要 人民 雇主 跟政府共同的承担 在这个建议书里面 他说 政府将会承担2.3% 而其他的7.2% 将会是雇主 你说老板的 跟员工 做员工的 来承担这个 这个开销 各位同胞 这个 是这个概念书里面 写的清清楚楚的 也就是说 当他自行这个 一个马来西亚的 健保计划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打工的 每一个有交税的 每一个有拿薪水的 每一个有收入的 至少7.2% 将必须要缴纳住 进入这个 一个马来西亚健保计划的 这个医药保险 他说必须要这样才能够 不管你是有钱 没有钱 各位同胞 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问题 在马来西亚医疗制度 小弟是一个医生 我知道 小弟在死人的 医院里面做工 我知道很多 在座的各位 面对很大的问题 因为你要去政府医院 对政府医院没有信心 你去看政府的clinic 对政府的clinic 没有信心 所以你被逼 一些人被逼去 这死人的医院 我们从这个2009年的记录 我们可以看到 63%的马来西亚的人 当他有病的时候 他第一个去看 他不是去看政府的clinic 他去看死人的clinic 政府的clinic 你给一块钱 可以拿一大包要 你不要 不过你宁愿花15块 25块 30块 去看死人的clinic 当病人有需要住院的时候 全在马来西亚 有28%的病人 选择进入死人的医院 选择进入大开沙 法蒂玛 班代 整个 不选择去中央医院 虽然讲我们知道 死人医院很贵 肯定很贵 因为他们要赚钱 不过 各位同胞 虽然是贵 不过还有很多人 选择去死人医院 很多人选择去 外面的clinic 为什么 因为人民对整个 政府的医疗制度 没有这个信息 所以今天 这个问题 小弟就 在国会就 要求 卫生部长 如果你真的是 为人民的话 马上 撤出这个一个 马来西亚健保计划 第二 马上增加政府医院的破款 让我们的政府医院 能够给予 一流的服务 让每一个马来西亚 每一个马来西亚人 对政府医院 有100%的信心 只有这样 才是真正的一个 好的卫生部长 他每次说 我们破款很够 今天如果 如果卫生部的破款 是够的话 马华 就不会有一个 一个 马华的医药基金 每天向公众人士筹款 每天向华社拿钱 拿钱来做什么 拿钱去支出一些 没有花纸给钱的病人 如果卫生部真的有足够的钱 为什么马华自己还要向华社筹钱 如果卫生部长说 是够了的 我马上挑战他 马上取消这个 马华的这个 医药基金 马上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向华社筹钱 要钱的话 跟廖宗来拿 要钱的话 去跟拿钱拿 不停